這邊不能臨時停車哦 那我接手沒有問題 一樣就是這邊一秒鐘都不能停 不是啊你我你不是義中的就不用在那邊廢話 誰跟你廢話在講交換規則啊 有沒有考過駕駛啊 یい 大家好我是Fucko 事情是這樣的台中第一學府的台中一中 由於校園周圍路段以及人行道 長期遭受多輛汽機車違規停車 已經嚴重危害學生上下課通行的安全了 为此以维护学生权利而生的学生自治组织 台中一中学生自治串联党 发起了校园进贪活动 不过进的是人行道与周遭违规停车 而片头预告则是我受串联党邀请 一起到一中校园周围进人行道所发生的事情 进人行道最主要是用夹停车单的方式 把这张自治宣导单夹在车辆上 如果车主在车上或是正在准备停上人行道 则会用麦克风宣导劝离 并且提醒当事人 人行道不只禁止停车也禁止行驶 必须下车熄火牵引 先不好意思这也是人行道 在人行道上面不可以停放车辆 也禁止行驶车辆 人行道不能停车哦 而且人行道不可以行驶车辆 不要发动引擎 起火用牵的 不要离开不用牵的 人行道不能行驶哦 这里是人行道不能够停车 如果要离开不用牵引的 在人行道上面行驶 车辆都会发动 就人行道不能行驶 要麻烦你们不要发动引擎 用牵引的下去再发动 基本上就是维持这样的方式 而在第一天与串联档进人行道时 多多少少还是遇到一些不理性的违规驾驶 还有执意行驶人行道 最终撞上行人的案例 要带人行道公然违法机车 要带人行道公然违法机车 而在我们觉得素材拍摄的差不多了 一群人在一中校门口休息聊天 期间还是不断有违规驾驶 驶来违规临时停车 小姐这里不能临时停车哦 那个附近都有停车场 然后中游也可以停 那个到处都有停车场 那个这边不能临时停车哦 那我们接小孩有没有问题啊 一样就是这边一秒钟都不能停 就是 那你是一中的吗 啊 你是一中的吗 我路人啊 那我们五个都是这样接小孩的啊 一样啊 那不是啊 如果你不是一中的就不用在那边废话嘛 谁跟你废话啊 在讲交交规则啊 有没有考过驾驾啊 你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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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好啦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啊 你跑过驾驾 这里不能停车 这里是 我知道那你在凶什么凶啊 你怎么考驾驾的 你没有驾驾 你刚刚在我的测试吗 是吧 然后咧 然后怎么样 回旋醉啦 来啊够啊 好啊 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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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刚刚所看到的 违规驾驶先是把车开到校门口违规临时停车 我告知违规驾驶这边不能临时停车 竟然遭到台中一中学生的家长 以不是一中的就不要在那边废话 难不成台中一中不是学校而是派出所 你的违规停车行为也不是台中一中认定的 是你去考你放在皮夹里的鸡腿的时候 就告诉你的违规行为 不止如此 请问这台是什么纸壶的车吗 车门把手一拉就可以告人毁损 您副驾驶是怎么上车的呢 小孩上车会不会弄坏车子啊 毁损罪是不是 欢迎去告 结果你们转过去停的地方叫做行人穿越道 等等只有您的孩子可以使用尊绝不凡的 专属型穿线上车 而其他所有的用路人都被迫绕行你这台 拉个门把就告毁损的破车 而且这位违规驾驶人的视力可能也需要回诊检查一下了 你们前面就有大大的停车场看板 而且还会发光呢 是不是隔了纸贴的太黑了 结果什么都看不到 红线看不到 黄网线看不到 连停车场都看不到 下次就是看不到行人 看不到别人的小孩 然后再问对方是不是一中的 我没有不检卷 我们全部都会去讲 没有啊你跟他来讲 我们会讲 我们已经在这里站了一个小时了 我每一台违规停车 等一下别人违规 因为不代表其他人可以违规啊 我只是问你 你什么面前还是不讲 啊 啊 你们就在我面前啊 他也在你面前啊 不是啊 那关我什么事情 那我们关你什么事情 啊就是被我看到啊 那他也在你看到了啊 我就是好先跟你们提醒而已啊 那你为什么好先提醒他呢 那关我什么事 你们可以去跟他们讲啊 那你为什么跟他讲 不是啊我好先提醒你们 然后你们刚刚骂我什么 我没有骂你啊 那是你们开车的那个人骂我的啊 没有啊 谁骂你了 你们刚刚骂什么 他骂什么你在旁边你也听不到啊 没有啊 那你们现在停在那边是怎么样 这边明明就有停车场 你们在干嘛 我们真的要去停啊 我们真的要去停啊 蛤 你们是不是不懂交通规则 我没有不懂 我们只要绕一圈要去停车 那为什么那边不能停车 你们也不知道 我没有我们只要绕一圈要去停车啊 那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有啊 没关系啊不是要报警 我已经报警了 请他过来啊 诶快点我问一下哦 所以你们就是跟春天掌中心的 那你确实啊 春天掌中心的 春天掌中心的 那个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所以你是怎么办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我没有必要回答你 我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自己是自动人 那我觉得说 这件事情 嗯 嗯 我觉得 就是你们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点 在作秀 就是有点像关键 在那边讲的 谁跟你作秀 我今天就是看到违规 然后提醒 然后被骂 没有啊你是选择性的嘛 谁跟你选择性 啊关你刚说关你屁事 对啊关我屁事 啊为什么我们 我们关你有什么事嘛 啊就是我看到啦 那你也看到他啦 然后呢 那我现在这样讲话 假如说 老师在上课 看到你 跟你的同学一起做个报告 然后那个报告呢 是有关于 一个 做一个非常 不适切的报告 那么 另外一个人做的 不适切的报告 那老师假如只骂 那个 可能做人的话 可能会做人吗 那关我什么事 所以你们刚刚没有违规临时停车 没有 没有 你驾照怎么靠的 你没有靠过驾照 我们是要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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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要回转 那你都停在那边 还说要等小孩 没有我要回转等小孩 对啊 都有录到 停在那边然后等小孩 所以你为什么要录 我为什么不能录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录呢 你们刚刚触犯刑法 我为什么不能录 我刚刚触犯刑法 公然无录 公然无录 没有你可以把它讲清楚嘛 因为 这样讲好了啦 其实我觉得你们 有条种法律 这样可以通话 哈 那 那你刚刚讲一下 公然无录是哪一条 是刑法哪一条 那我只会有 公然无录是刑法哪一条 那我刚出发哪一条法律 那再来呢 就是你现在拿的这个手机 对我们这件事情呢 这我不知道什么 这应该是GoPro 不要靠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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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好了 我陪你捡起来 你拿着这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GoPro吗 你带这个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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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这个也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那你可以录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样 再来是GoPro 我觉得好像有点 麻烦到我肖像权 那假如你这件事 你真的懂法吗 假如他要发我 网路上的话 你真的懂法吗 你确定你要在这里讲肖像权 公共场所没有肖像权 问题 只有后续使用的问题 对啊 这种派就有 对啊假如你这种派的话 那就是一一性 针对性的嘛 那再来是呢 假如你把它发我网路上的话 那 我讲这件事情 好像不可以 对啊 现在在威胁我是不是 我没有要威胁你啊 我不能发我网路上 是什么 你现在知道威胁我是不是 没有啊 我进来我先下来 来 分开 你们说吗 分开 好不好我们个别了解 好 是不是 对 来 我等你 警察到场之后 各自问话 留完资料就解散了 如果对方依旧毫无悔意 又扬言浪费司法资源 我当然也会采取 适当的法律措施 而这两位家长也正是让我感叹 台湾的孩子 就是被这种家庭搅坏的 违反交通规则都不害臊 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 就是坚持否认违规的事实 你们的思想是跟交通部长学的吗 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 该不会也是这样教小孩的吧 犯错就是要用说谎的来假装没有犯错 质疑我为什么不去跟别人讲 抱歉哈 在遇到你们之前 我确实所有违规都有说了 再来我又不是执法单位 我不需要秉持法制平等 如果我是执法单位 今天就不是夹宣导单 是直接夹进行巨罚单了啦 哪还轮得到你们的违规驾驶在那边废话 而看看你们交出来的孩子 我是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家长违反交通规则 还蛮口谎言 狡辩的嘴脸真的是把手法停车的人都当白痴 果不其然看看你们的孩子说出的是什么鬼话 以往看到的一中学生多数品德兼优 没想到在第一学府中也会有异类的存在 我觉得你们不一定比我还要懂法律 笑死人了 你看起来就是不懂法律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明文禁止于红线 黄网线临时停车 是不是像极人你警察还我警察 结果你所谓的懂法律 是指用恐吓的方式来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吗 我好怕怕喔 拜托家长带回去重新教育一下 什么叫法治什么叫品德 抱歉这对违规停车说谎死不认错的家长 可没办法帮小孩重新教育吧 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 百公尺内就是没有合法停车空间 并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愿意停到三五百米外再走过来 但是在台中一中校园周遭呢 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停吗 光就这家要接小孩的指壶车来说 斜对面就有停车场 虽然半小时要六十元 确实是小贵 但你们的孩子连这六十元都不值吗 再不然学校东南车也有不收费 可以临时停车的黄线 出校门口之后 只要走个三分钟就到咯 还是说你们的小孩也是跟车一样 是指壶的没办法走路 一定要把指壶车开到校门口 当作轮椅使用吗 而且我也实际在下课尖峰时段 来到校园周围晃晃看停车空间 确实黄线都被停满了 但是停车场仍然有很多位置 体大停车场更是多达四十多格 还写着欢迎临停 生怕违规魔人不知道 欸停我这半小时只要二十五元 不只比校门口便宜还可以不用怕警察哦 好吧警察根本不可怕 搞不好还会帮你雇车呢 如果你真的穷得连二十五元都付不起 又想要在学校周围等人的话 随便找个停车格停进去 载到人迅速离去 一毛停车费都不用缴 再不然停身心障碍停车格 只要驾驶在车上不超过三分钟 是没有违规的 因为车总不宜规定停车 只罚违规停车 临时停车是没有违规的 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没有地方停 而是没有 不用走路直接停在门口 免费不收钱 而且还是我可以马上停的位置 明明就有地方可以停 却硬要违规停车 好心劝离却耳眼相向 不请你收罚单 真的是对不起这些 乖乖付钱停在停车场里面的 手法驾驶人